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我們熱血科學家的長話短說 最近從8月24號開始 日本的福島核電廠把他們從311大地震所發生的這個事故以來 所處理的這些核廢水開始排放到太平洋裡面去 這麼一來當然引起了周邊國家的一些疑慮還有抗議 那我們來看看這些核廢水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它到底安不安全呢 大家回顧一下 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多的時候 在日本東北的沿海發生了規模9.0級的大地震 整個災害造成了18000多人的死亡以及失蹤 這個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的災害 那其實會死亡以及失蹤的這些人呢 絕大部分其實不是死於地震 是死於跟著過來的海嘯 所以被淹死被沖走的人是非常多的 非常的可怕 那個海嘯過去之後變成都是一片的斷源殘壁 那現在其實日本已經慢慢從這個海嘯災難中 慢慢的復興了經過這10多年以來 但是呢有一個問題就一直持續的困擾 而且好像很難以善良 就是這個浮島第一核電廠的事故 那由於這個地震跟海嘯呢 直接衝擊了浮島的第一核電廠 造成它各種系統的失靈 特別是對於反應爐的控制整個報銷了 反應爐失去了控制就不斷溫度的升高 最後造成了爐心融毀的事件 那就是核電廠會發生的最嚴重的事故 為了要讓這個事故平息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讓反應爐降溫 讓核分裂的反應停止 由於正常的這些控制的設備 已經都完全失靈了 所以只好使出這種最暴力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海水引進去整個灌進反應爐裡面 可是這麼一來呢 反應爐裡面有很多的核廢料 是從它的燃料 又二三五經過核分裂之後 就變成各式各樣的放射性的原子核 那水一進去之後 這些放射性物質就全部跑到這些水裡面了 也就是我們最近所碰到的這個 所謂的浮島核電廠 它把這些核廢水排出去的問題的根源就是在這 核電廠要把這些水排出去 並不是說排就排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輻射性很高的污染物 直接排出去 勢必一定造成對環境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從2011年一直到現在 日本那一方面花了蠻大的力氣來處理這些核廢水 那他們開發了一個系統叫做先進液體處理系統 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這個念起來就是跟阿爾卑斯山同樣的一個字 這個系統是怎麼來處理這些廢水呢 我們從最左上角開始 它就是反應爐裡面有很多的廢水 然後他們把它引到第一個裝置 第一步的處理 首先先把一些油污啊 雜質啊去掉 然後初步的把一些放射性的物質也先拿掉一些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到Alpes系統 那它一次可以處理非常多種的放射性核種 然後利用一些吸附或離子交換的方式 把這些輻射物質給去除 但是它唯一去不掉的就是 川這種元素 那川呢是氫的同位素 它的原子核是一顆子子以及兩顆的中子 除了川之外 還有少量的碳14也會從Alpes的天羅帝王中 逃脫成為漏王之魚 殘留在水中 不過它的量是比川要來的少很多的 然後在這個Alpes處理完之後 就是放在很多巨大的儲存草裡面 然後接下來呢 再送到這個地方去加入100倍的海水 這些處理過的他們日本官方正式的名字 叫做Alpes處理水 所以已經是大部分的放射性核種都已經除掉了 主要是剩下川這些廢水 在稀釋100倍 最後就是前面幾天發生的事情 就把它排到大海裡面去了 那這個時候呢 這些Alpes處理水裡面的川的輻射劑量 是每公升1500貝克勒 貝克勒是一種輻射劑量的單位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些放射性物質 要是每秒鐘發生一次的衰變的話 這叫做一個貝克勒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水中的川 它的輻射劑量的規範是 每公升1萬貝克了 所以福島核電廠所排出來的 這些寒川的Alpes處理水 它的川的輻射劑量 事實上是WHO的標準 七分之一下 所以事實上它是已經符合國際標準 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它也已經認證 它覺得這樣子排放到海洋裡面去是OK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官方的數字這樣講 我們一般人疑慮是很難去除的 那這是一回事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主要是來看看 他們整個這個處理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做的 大家就自己判斷 你相不相信它是安全的 我們就從它的第一步的前處理來講 那在災難發生不久之後 他們就發現核廢水是一個大問題 灌了那麼多水去冷卻原子爐 那這些水要怎麼辦呢 那所以就開始徵求各方的專家跟廠商 看看有沒有人能夠處理這些核廢水 一開始是由兩家公司得標 一個是日本的Toshiba東芝 另外一個是美國的Kurio 那這兩家公司呢 他們可以設計出一些儀器 讓核廢水裡面在那樣子的災難的情況下 有很多泥沙啊油污啊各種的雜質 這個先做初步的過濾 那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也利用一些化學的方式 先排除了部分的絲以及色 放射性的廢料 但是還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去除 這兩家公司所做的系統 處理的產能有限 所以後面還要更龐大的系統來做 也就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講 Alpus這個系統 那Alpus是什麼呢 它叫做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英文是這樣寫 然後湊出了Alps這個縮寫 但是他們日文是叫做 多核種出去設備 所以這個就是日文與英文並不一致 感覺就是為了湊Alpus這個縮寫 去想出來的英文 那這是一個蠻龐大的系統 基本上大家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家裡的軟水器跟綠水器的組合 而且是個巨大版 超化版就很容易了解 好 那這個水處理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就是從前面我們剛看到 Toshiba跟Kurio他們所處理完的那些水 送進這個Alpus系統 那首先進入第一道的前處理的程序 在這個塔裡面會加入特定的化學物質 那它主要是會跟鐵污蔑這些成分來結合 然後變成沉澱物 那沉澱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走嘛 它就變成固體了 然後剩下的液體再送到第二個塔去 第二個塔主要要去除的是碳酸鹽類的成分 特別是鈣離子跟鎂離子 其實這跟我們家裡的軟水器做的事情是一樣 我們所謂水會是硬水的話 就是裡頭的鈣離子鎂離子太多了 就是用跟軟水器一樣的離子交換的方式 把碳酸鹽跟鈣還有鎂把它除掉 那如果他們是有放射性的 當然就一起拿走了 接下來就送到後面的吸附塔裡面去 吸附塔裡面第一道 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儲水槽 前面的前處理完後的水 先注入這個儲水槽裡面 然後後面有16個吸附塔 每個吸附塔它所對付的放射性核種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一種核種它的化學性質各有不同 所以裡面放的化學的藥劑就會不一樣 那每經過一個塔 就會有一種或幾種放射性核種被吸收掉 那為了要擴大它的效能呢 裡面會放的是這種多孔系物質 來增加它的吸附的表面積搭配特定的化學藥劑 所以就可以把幾乎所有的放射性核種全部都吸收掉 那所謂的全部當然也不見得是百分之百啦 你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沒有百分之百這種事情的 所以它其實是把它的濃度大幅的降低到 國際原子能總數所能容許的範圍面 比如說呢 它說 C90放射性元素進來到出去 它的濃度可以降低10萬倍之多 那就可以符合國際原子能總數 所以定下來標準 基本上過了ELPS之後 這一些比較重的放射性核種 就已經大部分都被除掉了 最後就只剩下那個川 那川呢 因為它是氫的同位素 所以它所有的化學性質都跟氫一模一樣 不論用任何的化學物質 它只要能跟川結合 它就能夠跟氫結合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氫都除掉 因為氫是水的主要成分 你把它全部除掉 就等於我整個水原封不動 把它弄掉 啊你要弄去哪裡 我們就是要處理這些水 所以這個水裡面有川 這就是一件最麻煩的事情 它是弄不掉的 所以經過了ELPS的處理之後 它裡面主要還剩下的放射性物質就是川 福島核電廠呢 他們就蓋了一大堆這種的儲存草 每次ELPS處理完的水 就放進這個儲存草裡面 就放在那邊 那你看一放 放到現在已經放了十幾年 那川這種東西 它的半衰期呢 大概是十二年多 從311發生到現在 也是差不多剛好十二年的時間 所以儲存的過程中 其實川的含量差不多就已經自動解半了 但是呢這個東西 你也不可能永久一直放在這些儲存草裡面 事實上在這十幾年以來 也發生過幾次儲存草 因為浮石破裂的關係 所以有這些輻射水的外洩 最終還是得要把這些水處理 所以最後的步驟就是經過前面 這樣子層層的處理之後 那剩下的川就幾乎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去的掉 但是看了一下它現在的輻射劑量 他們就決定把它加一百倍的水稀釋之後 那就可以讓它達到它的輻射劑量 是在1500個貝克勒每公升的水 那前面有講過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寒川的水的安全劑量 七分之一 所以如果我們光看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看起來已經挺安全的了 那另外一個這個水 並不是在說8月24 然後就一下子把所有的水全部通通排出去 它這整個過程要分30年來排放 那所以整個的過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大家對於這個福島的水 疑慮會這麼深的 當然就是因為它直接接觸過原子爐裡面的放射性核廢量 其實所有的核電廠隨時都在排出寒川的水 那些川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反應爐裡面會有中子跑出來 然後打到外面的冷卻水 把冷卻水裡面的氫變成川這樣來的 其實核電廠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也是會產生寒川的水 但那個就是直接把它排掉 那大家之前對於這樣子的東西 好像沒有這次這麼緊張 原因是那些水是在原子爐的外部的循環冷卻水 它並沒有直接接觸到核廢量 這一次福島的這個寒川水 它有接觸過原子爐裡面的核廢量 所以大家就特別的緊張 不過呢它的那些各式各樣的核廢量 如果你相信官方說法 以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說法的話 它們已經在ELPS的運作底下都已經降到了很低 已經符合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標準 基本上是不會去改變我們的輻射背景值 對於環境生物圈的影響也已經幾乎是可以忽略的 那這個就看大家相信或不相信了 永遠是一個非常難解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個地方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頻道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